那么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第三章的内容 第三章内容 第三章我们会去讲到 牙周病的全身和局部的促进因素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始动因子 始动因子叫做是牙群斑 当然在牙周病发生时 还有全身的和局部的促进因素 那比如我们会去讲到一类的因缘 叫做是任生期营严和青春期营严 那么它们都与全身的因素谁有关 性激素有关 那么我们说精神压力也可以 都是属于全身因素 那这个心烟它是属于全身的还是局部的呢 心烟它在口腔当中烟雾缭绕 它是属于局部的还是全身的 它是属于全身的 同学们不要去想到 它是在口腔当中走一个过程 我们把这个烟再冒出去 就是一个局部的 不是它是全身的作用 全身的作用 那么在局部的促进因素里面 我们就会包括一些牙齿啊 解剖因素啊 牙齿的排列不整齐等等 都是属于局部的促进因素啊 好我们先来看局部的 在局部的促进因素里面 我们涵盖了以下的八点内容 八点内容 那么其中关于在肢里面会形成的核创伤 还有食物嵌三 以及牙齿 那么这几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学习的侧重点啊 先来看第一个牙齿 牙齿的概念 牙齿的概念 其实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出来 在菌斑微生物里面 我们提到牙菌斑 它是附着在牙面上的 有机制包裹的软而未矿化的细菌性团体 是吧 有机制包裹的软而未矿化的细菌性团体 我们能够想到那个图 那么关于牙菌斑的概念就出来了 但是呢 在这里面我们说牙齿 牙齿我们记的时候 记这个CA CA 它就指的是钙化了的 是吧 钙化了的啊 所以把这个叫做是牙齿 它是沉积在牙面上或修复体上的 已经钙化的 已经钙化的 或者是正在钙化的菌斑以及沉积物 菌斑以及沉积物啊 那么这种菌斑和沉积物 它有脱液或营工液当中的 矿物盐逐渐沉积而来 所以这个东西同学们 我们是不要求同学们背下来的 在理解的基础上 就可以将其掌握 那你同学们想一下 首先呢 我们提到的是牙菌斑的概念 牙菌斑 我把它叫做是软而胃矿化 软而胃矿化的谁 细菌性团体 那么这种细菌性的全体 由谁包裹 机制包裹 是吧 机制包裹 这是它的概念 那如果说这种细菌性的群体 它慢慢的矿化呢 那么在矿化的过程当中 它肯定少不了钙岩的成绩 那么这种钙岩的成绩来自于什么地方 唾液或者是营工液当中 是吧 营工液当中 那么这种将附着在羊面上的正在矿化 或者已经矿化的菌斑以及成绩物 来自于这种拓液和营工液当中的矿物岩的逐渐成绩而来 那我们把它叫做是牙石 叫做是牙石 所以同学们看这个CA 钙它就指的是已经发生钙化了的概念性的东西 那么以这个牙石所成绩的部位 将其分为营上牙石和营下牙石 营上牙石以营原为界 分布在营上 那相对来讲 它是相对来讲 相对于营下牙石来讲 它是稍微的略显的疏松一点 但这个营下牙石 它是又臭又硬 又臭又硬 颜色特别的深 并且质地特别的坚硬 所以呢同学们 营上牙石最容易成绩在什么部位呢 它成绩在我们唾液腺导管开放的位置 比如说上六的甲侧 还有下前牙的舌侧 这是营上牙石容易成绩的部位 唾液腺导管开口的位置 而营下牙石 它容易成绩的部位是在灵面和舌鳄面 是在灵面和舌鳄面 这是两个内容 是吧 两次内容 那么我们现在要请同学们 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说你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患者 口腔的卫生状况比较差 牙石成绩比较多 你就说你看看你 说牙石这么多 所以说你看你的牙 牙龈的炎症就会特别严重 那么是牙石直接作用于牙龈组织 才导致我们出现了牙龈的炎症表现吗 是这样吗 是直接作用吗 不是啊 同学们 不是 而牙石刚才我们说了 现在讲的内容叫什么 是局部的促进因素 所以它只能是一个促进因素 只能是一个促进因素 当牙石成绩在牙面上时 表面输送多孔 导致菌斑容易附着在上面 所以直接因素 使动因子还是谁 还是牙菌斑 那么另外一个 当我们牙石成绩之后 它会压迫到牙龈组织 那么当压迫到牙龈组织之后呢 就会对于牙龈产生一定的机械的刺激作用 产生一定的机械的刺激作用啊 所以在这两个方面 同学们就能够明白 它最终表面输松 所以导致菌斑和毒素吸附在牙石表面 从而对牙龈组织产生破坏作用 那第二个牙石本来是坚硬的粗糙的 所以它对于牙龈产生了压迫 那么这就是一种机械的刺激 另外呢 牙石它成绩在这个地方 我们刷牙是去不掉的 所以它就会妨碍到了口腔卫生的清洁 那由此这是牙石的作用啊 它只是促进作用 而并非是直接的作用 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叫做是解剖因素 解剖因素里面包括了牙体的解剖 骨开裂 骨开窗 还有磨影异常 那在牙体的解剖里面包括了 根分叉 根面凹陷 恶侧钩 颈部呢 又凸和又珠 还有牙根的形态异常 灌根比例失调 那么这些因素 它其实最终都是导致菌斑容易堆积在这个地方 从而会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点了之后 在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型的东西啊 名词解释 什么叫做是根分叉 什么叫做是根分叉 同学们来看 在这根牙齿当中 这叫做是牙颈部 牙颈部向下 到我们整个的牙根的分叉区 那么它们之间的这一节的距离 是吧 这一节的距离 我们把它就叫做是根柱 是吧 就叫做是根柱啊 所以根分叉所在的位置就是右牙骨之间 到根分叉口之间的这个距离 名词解释 要将其掌握啊 要将其掌握 其实它就指的是我们解剖上的根柱的长短 这是解剖因素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做是颈部的右突和右珠 那么右突 它相对于下颗的第一膜牙来讲 更容易耗发 放花在谁身上 耗发在下七 所以右突耗发的牙胃是在下七 而右珠耗发的牙胃是在上八 所以我们给同学们给到的口诀叫做好你个猪八戒 想上天 猪右珠上上天 八 是不是要猪八戒 啊 猪八戒 那剩下的一个右突就是在下七比下六 更容易高发 更容易高发 好 那么骨开裂和骨开窗 说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牙草骨 真诚的一个牙草骨 它是严密的是贴附在这个牙齿的这个包裹在牙齿的牙颈部的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先天的发育问题 导致牙草骨裂开成为这样的一个微字形 那我们把它叫做是骨开裂 而这个就像一个小孤岛一样 是吧 叫做是骨开窗 那么这种就导致牙草骨在后续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发生破坏 非常容易发生破坏 那么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叫做是磨银异常 磨银异常前面提过 说磨银结合的位置是在腐着银和牙草黏膜之间的那个交界线 那么这种交界线 如果细带的腐着过低 那么这时候通过我们浸食说话 会将游离营的这个口不断不断的张开 从而导致菌斑容易进入到游离营 以及我们这个腐着营如果要是过窄 过窄的情况下为我们后期的修复 以及手术等等等等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所以磨银异常也是导致我们出现这个牙群斑的一个促进的因素 第二个促进的因素牙银炎症的促进的因素 好 那么第三个同学们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两张图当中能够看到的是 细带的腐着的位置过高 那么从而容易形成了什么 核创伤 那么这个牙银组织就会出现明显的向下的退缩 向下的退缩 好 那么另外呢 同学们看这里 看这里 当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修复体的灌边缘位于营下时 它对于牙银组织来讲 本身就是一种刺激 所以它就容易会形成这种营边缘的这种炎症表现 炎症表现 这是第二个解剖因素 再来看第三 第三是我们牙齿的排列的位置异常 那么这种位置的异常 导致你在进行机械除菊的时候呢 难以清除干净 所以导致菊斑牙齿容易堆积在此 所以第三位置异常也是一个粗底因素 好 那么其他的诱发因素里面 包括了冲田体的旋突 冲田体旋突 我们在后面会去讲到一个疾病叫做是 引乳投盐 那么引乳投盐与局部的机械的刺激有关 那么这种机械的刺激呢 是由这种引乳投的这种 比如说冲田体的旋突15嵌三 那么这样的话会刺激到局部的牙齦乳投出现炎症 所以这是冲田图旋突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修复体的设计 修复体的设计 刚才我们提到的换边缘的位置的关系 还有表面的粗糙程度 密合程度 以及我们修复体的外形呀 你是否减进等等 那么这些都可能会涉及到影响到 那么菌班是否容易清洁 所以这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那促进因素 政绩也是属于促进因素啊 促进因素 那么重点是在这里核创商 这是一个核子啊 核子 那么核创商 它在发生的过程当中 名词是吧 发生的过程当中 是由于不正常的核接触关系 或者是过大的合力 那么核创商我们在后面分类的过程当中 就分为原发性的 进发性的和两者并存的 那么他们衡量的标准就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亚洲知识组织如何 一个就是合力如何 所以呢 最终由这种不正常的接触关系 和过大的合力 造成了取决系统各个部位的 病理性的损害或者是适应性的变化 那么这种病理性的损害 主要会表现在牙草骨的吸收 而会导致牙草骨会出现垂直性的吸收 垂直吸收 所以核创商的概念 同学们要知道 它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一个是接触关系异常 一个就是合力的异常 最终导致咀嚼系统出现了 病理性的损害 或者是适应性的变化 好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 同学们看分为原发性的 气发性的和原发气发并存 和原发气发并存 那么第一种情况 同学们看 如果说亚洲的知识组织是健康的 你现在就是好好的 而通过一个异常的合力 外界对你的打击太大 比如说交男朋友失恋了 是不是 失恋了 那这时候我们整天就是晕晕乎乎 是吧 晕晕乎乎 就是一点劲都没有一点精神都没有 那么这种其实它就是原发性的 是吧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原发性的啊 是一个原发性的 那另外一个呢 同学们再来看啊 再来看 说你现在是有问题 你今天你不舒服 你感冒了 你再发烧 那么即使这个时候 你的男朋友再来看你 他是正常的 他跟你好好的 是吧 他来看你也停不起兴趣 那这就叫做是 气发性的 是吧 气发性的 那最后一种 如果你要是生病了 再加上这时候 男朋友跟你闹分手 那我们说灾难就会降临 是吧 灾难就会降临 是两者并存 所以呢 通过这个 我们希望同学们记住啊 衡量的标准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亚洲组织是否健康 一个是我们的合力 是否是异常的合力 在健康的亚洲组织上 合力过大 异常咬合力 这就叫做原发性的 而你如果说 你本来就是病痒痒 那么你生病了 这时候即使一个 正常的咬合力 作用你在身上 也会出现这种病变 那这就叫做是气发性的 那最后一种 就是强倒重能催 是吧 你不舒服 再加上合力 也是异常的 这叫原发气发并存啊 那么在肢里面 所有一个小的知识点 所以你承受的力量 它可能会来自于三个方向 一个是垂直的 一个是水平的 还有一个是扭转的力量 那么在这种几种力量当中 以哪种力量 对亚洲组织的破坏最大呢 以扭转力 扭转力同学们就想一想 我们去拔牙 拔牙的过程当中 我是不是像这个中切牙 拔的时候左右摇摆的力量 再向下扭转脱位的力量 所以对于亚洲组织 这种上最大的就是扭转力 扭转力 这是核创商 要去了解到核创商的概念 核创商的概念 好 那么核创商与亚洲组织的作用 这是一道简答题 同学们 要求你进行描述核创商 对亚洲组织的作用是什么 请同学们来听好了 请同学们听好了 说如果说你这个亚洲组织 亚洲的支持组织 它是健康的 当你承受了一个单纯的 短期的核创商 比如我们今天中午吃米饭 有一个小石头 嘎巴咬了一下 那么像这种情况 它会不会引起亚洲带呢 会不会 不会 是吧 不会 那么我们把这种就叫做是 单纯的短期的核创商 不会引起亚洲带 不会引起亚洲带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 请同学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说核创商存在时 是否能够增加牙齿的动度 是否能够增加 这是可以的 因为存在着这种核创商 导致了牙草骨的血收 那么牙齿就会出现一个异常动度 但是呢 说这种动度的增加 是不是就一定是由核创商引起来的呢 那是不一定的 是吧 是不一定的 是不能 只能说它可能是由核创商引起的一个结果 那么第三一个方面 只有在一种长期的核创商 伴随有严重的牙周炎症存在时 它才会加重牙周带的形成 和牙草骨的吸收 所以我们说两者必须要有前提条件 牙周本身已经有炎症了 在长期的核创商作用下 那这两者就是狼狈 为奸 共同破坏到了牙周和牙草骨 是吧 牙草骨 那最后一个 次线性的牙松动 在没有牙营炎症的情况下 它不会造成牙周组织的破坏 也就是说前提依然是谁 前提依然是举斑导致出现了炎症的表现 那么通过这一点之后 我们说要去了解到 在所有的牙周炎的治疗过程当中 消除炎症是第一位的 消除炎症是第一位的 所有的治疗就会牵承到这一点 那么后面我们会去讲到核创商的治疗的时机 核创商的治疗的时机里面 我们会去提到说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再去调和 那么这个调和时一定是要进行基础治疗之后 炎症消退了之后才给它进行调和 这是一个方面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说在正期治疗之前 要先去消除牙营的炎症 这我们在青春期的一个年里面会去提到 这是核创商的问题 第六个因素呢 我们把它叫做十五嵌三 十五嵌三 同学们想 说正常的两颗牙齿之间 它是有一个组织叫啥 这是出现了一个三角形 这叫做是零间系 是不是零间系 那么这个零间系 它是被引入头所覆盖着的 而我们如果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原因 使牙营萎缩 引入头萎缩 那么这个三角形的零间系 会被暴露 水平的由食物嵌入 这就叫做是水平的嵌三 而我们另外的一种情况呢 同学们看这里啊 看这里 当我们在形成这种 异常的咬合关系时 对合有一个过位的牙尖 过位的牙尖通过这样的一个 咀嚼作用 当然前提是零接触点 是不是被破坏了 那么通过咀嚼之后 使食物会垂直的嵌入到两颗牙齿之间的零接触点 零接触点 那么这种就叫做是垂直嵌塞 垂直嵌塞 所以呢 像这里面所提出的水平嵌塞和垂直嵌塞 水平嵌塞的前提条件是牙营发生了萎缩 而垂直嵌塞的前提条件是零接触点 发生破坏 那么这种破坏之后食物残渣进入发酵产生了化学的刺激最终会引起一个疾病啊那这个疾病会叫做是 引入桃源 这是我们后面会去提到的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当这种食物嵌塞 它长期的刺激会形成牙周带和牙草骨的吸收 而牙草骨的吸收依然会表现为垂直性的吸收 垂直性的吸收啊 这是食物嵌塞能够引起的 当然它也可以表现为牙周的浓肿啊 跟面曲啊等等 也可以表现出来啊 十五千三 那么再来看不良的习惯 不良的习惯里面包括了口呼吸和吐舌习惯 像这种同学们看一下口呼吸 口呼吸是不是会导致我们出现了一个前突 是不是啊 肾核的前突 那么这时候会导致牙荫组织暴露 暴露在空气当中 从而会导致牙荫的增神 牙荫增神 那么我们看下一图 这个图是小朋友出现了一个吐舌习惯 他这个吐舌习惯会导致上下和牵牙区 它会出现一个这种 呃 零肩细会变大 是吧 零肩细会变大 那么这种时候食物容易嵌塞 从而也会导致牙荫的炎症 那这一部分不良的习惯 同学们作为了解啊 最后就是牙面的着色 牙面的着色 它只是影响到美观 但是由于这种牙面的着色 使我们在清洁菌斑的时候 并不容易清洁 而这种着色的表面是粗糙的 细菌更加的容易附着在上面 所以牙面着色也是一个相应的促进的作用 所以在整个的我们局部的促进因素里面 我们学了八个内容 是吧 学了八个内容啊 同学们先来想 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的促进因素是谁 是谁 是牙食 是不是啊 第一个促进因素 它是牙食啊 牙食分为迎上牙食和迎下牙食 迎上牙食最容易成绩的部位 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我们拖一线导管的开口 所以是上六的甲侧和下和前牙的舌侧 而对于迎下牙食 它容易成绩的牙食是在零面和舌厄面 这是它容易成绩的部位 那么第二个因素是局部的解剖因素 解剖因素里面我们着重提了一个叫跟分叉 跟分叉的概念 它就指的是我们从右牙骨这些向下 到跟分叉口之间的这一节的距离 就指的是跟住的长短的距离啊 这是所提到的跟分叉 那另外呢 我们说上一些恶侧钩啊 畸形蛇面钩啊 还有右突右珠骨开裂骨开窗等等 它都是属于其中的局部的促进因素里面的解剖因素啊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了一个右突 右突更容易耗发的牙胃是在哪颗牙身上 是在下期身上是吧 下期身上啊解剖因素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位置排列不整齐 位置排列不整齐时容易出现食物残渣以及牙食的堆积 所以最终导致炎症的表现 最后第四个它是叫做是核创伤 核创伤在这里面我们着重提了一个是它的概念 什么是核创伤呢 核创伤它就是由于受到了这种 亚洲支持组织的异常 或者是我们承受的合力的异常 而是我们整个的亚洲的支持组织出现了这种 适应性的变化或者是破坏的现象 这就叫做是核创伤 那么这种核创伤我们分为三种类型 三种类型 一个是原发性的 一个是气发性的 还有一个是原发气发并存 是不是原发气发并存 那如果说这颗患者 亚洲支持组织是正常的 而核力过大 要核力过大 要核力过大的情况下 它所引起的核创伤叫做原发性的 而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了亚洲支持组织异常 即使是一个正常的合力 它也受不了 那我们把这个就叫做是气发性 最后它就是强盗众人推 它是两颗众人推 两个都是出现了一个异常的表现 那么在这里面有一道简单题会问到 说核力与我们亚洲支持组织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 我们要记住的点 说正常的情况下 一个单纯的短暂的核创伤 它会不会引起亚洲弹呢 不会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 只有在一个长期的合力的核创伤存在的前提下 有严重的亚洲破坏时 它才会加重亚洲带的形成和加重牙草骨的吸收 这是两个点了 两个点 那么第三个点会说到说出现了一个牙齿的松动 那么它可能是与什么有关 可能是与核创伤有关 但你说核创伤一定会引起牙齿的松动吗 不一定 是吧 因为我们说这个乳横牙替换的时候还有一个生理性的动度 女性在越境期间 它也会出现一个生理性的动度增加等等 是吧 所以说这是核创伤的辩证关系 这个是我们的简答题 在核创伤里面的名词解释也有 核创伤的这个辩证关系里面 它的简答题也有 这是局部的处理因素的第四个 那第五个是谁 是15,3 15,3 15,3有几种形式 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呢 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营乳头 牙龈退缩 而导致这个临间隙被暴露 所以这叫做是水平15,3 那么第二种是我们的接触点破坏 接触点破坏之后 我们食物通过对合牙尖的这种导处作用 充填式牙尖的导处作用 而是食物垂直的进入 这叫做是垂直的嵌塞 那么当食物嵌塞时 我们最终可能引起的疾病 有什么 营乳陶渊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 另外呢 会出现牙周带的形成 牙周龙肿 还会出现牙草骨的吸收 在牙草骨的吸收里面 食物嵌塞和核创伤 引起的牙草骨吸收 它都是属于垂直性的吸收 垂直吸收 好 出现这个之后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充填体的旋突啊 修复体 它的设计 它的外形是否光滑 外形等等 这些都是它的促进的因素 修复体的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不良的习惯 不良的习惯里面 我们出现了口呼吸 是吧 出现了口呼吸 然后还出现了谁 然后还出现了我们相应的 这个吐舌的习惯 刷牙的方法等等 最后是牙面的着色 最后是牙面的着色 牙面的着色 所以呢 说牙面着色 它并不是直接作用于 这个导致我们出现了牙荫的炎症 它只是容易使举斑 在上面堆积而得 这就像我们提到的牙食一样 牙食它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作用 而是有几个方面 比如说这种牙食表面粗糙 两个 一个是毒素 一个是群斑 容易贴腹在上面 那第二 第三个呢 是牙食牵硬的 所以说它会吸血的刺激作用 压迫到牙影组织 压迫到牙影组织 这是第三个方面 那最后呢 就是说我们这种牙食它也会导致出现相应的这种改变 这是牙食里面我们提到的几个点 几个点 这是局部的促进的因素 那么全身的促进因素里面就包括了以下几个 以下几个 我们知道在全身的促进因素里面 它有什么 有什么 第一个是遗传 在讲到起息性牙中炎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遗传因素 它可能与遗传有关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患者的父亲在早期或者在年轻时就出现了六的脱落 这与遗传有关 那么第二个 我们在后面讲到的牙影组当中的人生期营颜和青春期营颜里面 它也会提到性激素 这种性激素它是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使原有的炎症加重了 因为我们性激素它是把器官使牙影 性激素作用的把器官使牙影组织 那值得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吸烟 吸烟并不是在我们的口腔当中转一圈 它就出来了 从鼻孔里面就出来了 不是 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 就像一个点吸烟能够引起我们的肺癌 所以它会吸收入血 吸烟也是一个全身的促进因素 那另外呢就是有关的系统性疾病 有关的系统性疾病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主要包括的是糖尿病 艾滋病血液病和骨质疏松症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尤其是在糖尿病 在我们前面讲过的黏膜里面是不是讲过了 当我们出现一个糖尿病时 患者的抵抗力低下 牙齦容易出血 黏膜容易出现这种干燥 并且出现了丝状乳头群状乳头的萎缩 或者是水肿增生 那像这个就是糖尿病 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这是目前得到证实的系统性疾病里面 与它一切相关的 最后一个是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会提到一个疾病 叫做ANUJ ANUJ呢说这个患者收到了一个特别大的精神压力的情况下 口腔卫生状况不好 就会出现淫缘而引入头的腐败和坏死 所以这种精神的压力 它会出现诱发我们整个牙龈的炎症的表现 破坏的表现 那所以呢在全身的促进因素里面 我们也是给同学们提了五个点啊 那么在这五个点当中 我们第一个因素提到的叫做是遗传 那么与遗传相关的疾病有什么 最主要讲到的是起其性的压周炎 当然重度的慢性的压周炎也与遗传有关 那么第二个因素我们指的是吸烟 吸烟一定是全身的促进因素啊 那第三一个同学们 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有关的系统的疾病 那么有关的系统性的疾病就包括了糖尿病啊 骨质疏松症啊 艾滋病啊 是不是啊 艾滋病啊等等啊 等等 好那第四一个因素是我们提到的性激素 性激素里面最密切相关的就是两类疾病 一个是青春期营免 一个是妊娠期营免 是吧 妊娠期营免 那最后一个是谁 最后一个精神压令啊 是吧 ANUJ啊 我们把它叫做是AT男 是吧 AT男啊 好那这是全身的促进因素 看这两张图 看这两张图 这是由于这个患者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所以啊出现了相应的亚洲的破坏的表现啊 就是因为他的抵抗力低下 是吧 抵抗力低下而引起的 而引起的 好这是全身的这个促进的因素 就是这种 我们下一次的一张图 如果我们下一次的一张图 我们下一次的一张图